hello everybody 你们好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胡仙娘娘 然后这一期呢 我们来讲一下亚洲塔罗协会考试的一个流程啊 试题啊 然后包括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方法方式 然后你们的助教在跑试 能听到吧 然后呢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开始吧 整体的考试是由两部分组成 然后一部分呢是试卷 也就是比试 另一部分呢是面试 这个面试呢 是通过如果你是在北京的话 那是可以申请北京当地的面试 或者是天津当地的面试 如果你并不是在北京的话 或者是在天津的话 那你其实是可以申请网络考试的 然后比试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比试的试题有哪些 首先第一部分是一个选择题啊 这个选择题的部分里面呢 就是比如说一些牌的基本的意思啊 意义啊 然后就很细小的一些基本知识 请记住是基本知识 也就是说初届班的时候 你学完了 你就可以去考这个试 考到这个证书了 然后还有就是选择 选择题讲完 就是判断题 就是判断对错啊 但是这个是题库是有100道选择题 就打个比方啊 题库有100道选择题 你的试卷是根据题库的试题随机生成的 比如说选择题可能有10道 那100道选择题就不一定挑选哪 10道 然后再给你摘出来 试卷是随机生成的 然后也是电脑的一个模式 然后判断题 然后接下来是简答题 简答题就是一些 就是简答嘛 就是你对这个 比如说这个牌针的看法啊 或者是你对这个解牌的一个看法啊 它对在哪啊 错在哪啊 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 当然这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啊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附加题 附加题是什么 附加题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训练营有关了 因为附加题是设服 但是这个道题呢 你答对了就给你有加分 但是你答错了 它也不扣你分 也就是说你答错了 这道题也就没有分 但是如果你答对了 它就是再给你加一个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流程啊 然后考试的时间呢 是一个小时啊 也就是说你笔试的时间是一小时 之前考试都是 不允许开卷的 什么叫不允许开卷 就是我们会盯着你做考试 也就是说我们远程视频会盯着你 恐怖吧 是不是挺恐怖 然后后来觉得就是 这个好像没有特别人性化啊 然后后来就改成了 现在就是可以开卷了 以前是B卷 现在就可以开卷了 然后这个当然你考试的整个一个题量来说的话 说实话 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来不及去翻你所谓的 比如说书也好啊 或者是你上网也好 而且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你很多题都是你自己的一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一个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这种题目并不是说一定恒定的 当然基本知识大家还是要掌握的 因为是基础中的基础嘛 如果你对这个塔罗有一定性的掌握啊 包括去看我之前的那一些书 其实你是可以能够答题整个流程下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能摘出书中的重点 或者是你参加过这个亚塔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你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来这个考试答题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其实觉得重点就是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肉肉在我旁边 嘿嘿给大家打招呼 然后其实那个重点的部分 其实我是觉得是在后面的一个面试部分 其实比试我觉得是差不多都应该稍微知道点知识啊 或者是说理解性好一点的 就是你只要不是混着骗子的话 那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来说一下接下来的面试部分 面试部分其实就是一个考官对你提出的一个问题 包括总体的一个占卜流程啊 是来这样的考试的 然后这个考试呢主要就比如说 一开始的时候考官会想提出这个问题 但考官的其实是啰啰嗦嗦的啊 就比如我我可能故意给你设套 就比如说我可能想问这个想问那个 然后让你来梳理问题总结问题 这一方面是很实用的 因为无论是你今后的给顾客占卜啊 也好或者是说你去做一些活动也好 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会给你问一些基本的一开始的知识 比如说你这个塔罗占卜和算命有什么区别呀 这种类似的问题 你是要给解答的 然后其次还有就是你要介绍你的价格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问题多少多少钱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点 然后接下来呢 那确定完问题之后呢 那你就要走正常的一个占卜模式了 对吧 然后你就要开始你的洗牌 抽牌 抓牌 看牌 对不对 然后那这一部分 就是 每一个都是有坑的 也就是说我会根据比如说你的洗牌是顺时针 逆时针啊 你的手法正不正确你怎么怎么样啊 关于这个洗牌的流程呢 我有发过视频啊 然后来进行扣分 其实但这个这个时候其实考官即使看出来了 他也不会纠正你的错误 你明白吗 其实我们考官就是顾客 就我们相当于第一次来找你占卜 明白吗 你对我们的态度啊 耐心啊各方面其实都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你能不能够专业的专业层面上的回答 包括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态度方面 你能不能够认真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倾听顾客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是一部分 然后其次就是你开始解牌的时候 比如说牌的位置啊 然后牌意啊 就是解牌顺序啊 有没有错 然后每个人的解牌 因为思路是不同的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思路 那你大方向 比如说你这个牌抽出来 它本身就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义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义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是千变万化 不离其中的 对不对 然后你对整个牌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比如说如果我要是问你 我有七个女朋友 我有七个女朋友 我跟哪一个女朋友 我们是有利润互通的 也就是说在这七个女人身上 我可以从哪一位女人身上得到钱 那这种考虑的 其实无非就是哪一个 你所运用的牌针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问题的梳理 对吧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 那你答题的方式 对吧 那其实这个最聪明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 也就是 啪啪啪啪 每一个女朋友抽一张牌 对不对 运不运用切牌呢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习惯 然后 每一个人对应了 什么样的牌 然后解出来 比如说你在 我呢 我这个女朋友呢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处模式 那另一个女朋友 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 然后来看这七个女人当中 我能从哪一个女人身上 有这种商业关系啊 能从她身上得到钱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钱呢 比如说什么钱 是她给我的礼物啊 还是说 是从工作上能够帮助我啊 能让我赚更多的钱啊 那这方面其实就是 你自己的牌的理解 然后一个解答的一个概念了 然后我们考官 本身做的工作是什么 是 比如说你在一个解牌的 一个这种情况下呀 你所提到的知识点 该有的你有没有啊 然后对顾客的态度 然后每一个扣分的项 其实我们考官 其实都会 拿一个小本的默默的记上啊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她说的不对 然后扣分 然后整体服务态度啊 给人的感觉呀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首先是批券嘛 从批券开始 然后考官呢 有很多位 不仅仅是我这一位啊 所以说你抽到的哪考官 你试卷生成的是哪一个试题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出一套 那个差不多的 就是大家意思意思去看一下 这个大概试卷是什么样 但这个试卷呢 是我给你们出的 你们可以去自行的去判断一下自己的学习程度是什么样的 好吧 然后 其实这一期视频 我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信息量啊 对 还有考试的时候呢 是要发出申请 然后来考试 然后并且考试费用是2000 我想这个钱 大家应该也看我之前的视频应该都知道了啊 然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但是呢 我最后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考的这个证书是你怎么说 你比如说我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考证的人 因为我觉得通过考证呢 我可以实现我自己的个人价值 也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个证书是有含金量的 是我考出考的 证明我所学的 证实我所用的 也就是说我达到了同样的这样子的水平 我可以去更加服务 更加好的去服务我的顾客 对不对 然后也能提升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价值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在学 就是跟着戴卫老师 然后还有熊英老师在学这个占星 然后准备冲这个国际占星协会的证 在准备这样的一个考试 也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下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占星啊 然后不要滑走 因为后面我还要讲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点是大家都知道 我一般会接商业活动 也就是说我比如说被某个品牌方看上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考这个证的目的呢 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 就是可能说更好的去接这些商业活动 让人家一看啊 我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哪 我的优势是在于哪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展现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是想做这个职业 踏踏实实想去做这个职业的话 因为我是全职嘛 大家也都知道啊 然后你是可以 我是觉得考一个这种证书啊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比较权威一点 那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自己学习啊 然后只给身边的人占卜占卜啊 然后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两千块钱 实话实说 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的观众好像都是学生嘛 对不对 那学生本身你的钱就来自于你父母 我觉得就是还是没有必要 还是没有必要去来花这个钱 然后后面我其实要说的这个东西呢 是关于一个我顾客啊 也是我粉丝来问的我一个问题 当他们好像就是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 人的这个姻缘啊 人的证缘啊 是在这个九宫啊 第九宫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九宫呢 你没有坐落任何的星座 那就代表你姻缘不好 或者是你没有证缘 你姻缘比较坎坷啊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哪个星座入哪个宫 这个是看宫头线的 也就是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说法 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我也有问过我的老师David 然后我老师直接就笑了 就是说这个是最起码 你连第一节课基础的时候 你在学你就没有掌握好 或者是没有打好 才去来用这个来分辨一个人的正缘 一个人正常的关系 所以说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你要看这个人 比如说你要看这个人的婚姻观念 是什么样的 你要看她的月亮啊 金星啊 水星啊 谈恋爱啊 包括她的小行星啊 混神星啊 莉莉丝啊 这些很多很多 而且占星呢 也分很多种 那这些的话 我们下一期再好好地给大家介绍 好好给大家聊一下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这么多 然后下一期的塔罗视频 你们想看什么 比如说想看案例分析啊 还是想看就是排阵 就是再给你们往上拔一拔高 还是想看 比如说一些排的 继续往下顺序的一个讲解 你们可以告诉我 然后这样的话 我也知道我下一期要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就这样 那这一期这么多了 拜拜